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新聞就是一宗娛樂的新聞 說 戚餐樂壇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就是由姜濤奪得 說他年僅21歲 也是最年輕的我最喜愛男歌手得主 他這麼年輕 我以為他跟我差不多 原來他小過幾年 說林海峰親自頒獎的時候 也是祝願姜濤的父親早日康復 不過姜濤似乎沒有準備這個廣告 通常你獲獎都要講講得獎感受 多謝誰多謝誰 講些感受 但可能他沒想過自己會獲得 所以來不及講感受 就要演唱唱這個 《蒙雀嘴說愛你》 我未聽過這首歌 等下回來聽一下 幸好他唱現場的時候 能夠發揮到他的水準 我看到連登 很多網友都激烈討論 大家是講到屌老母 還有我自己是私人的IG 看到朋友仔 男男女女都是在講這件事 我見見那麼多人講 我都開一集就這樣說一下 其實我都加不到把口 因為我一向沒有留意這些 所以我就不會把那個位置放在他 應不應該拿 或者為什麼他會拿到 我就不研究這些 這些留給一些真真正正正 就是留意這些娛樂的朋友去講 我自己真的沒有留意 真的很抱歉 但是跟朋友聊聊 聊聊姜濤這個人 我自己對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年輕 青春 其實我覺得他都幾英俊 雖然有些人覺得他一般 但其實我覺得他算是英俊 我真的覺得他英俊 至於有些人說 什麼整不整容 我就不會看 但是整體來說 看上去都是 OK啦 21歲 你說他21歲 都算是英俊 我只想都英俊 但你說他唱歌 其實我沒有聽 真的很抱歉 可能要聽一下 因為都拿了獎 看看他到底是否唱歌 或者說好聽 或者歌怎樣 因為我完全沒有什麼概念 等下就開來聽一下 那 跟朋友聊開 講到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 以前 例如我老爸 跟我說什麼陳八強 陳八強 不是陳八祥 他跟我說陳八強 的時候 我是招了頭 我誰來的 不知 或者我不認識 當然後來就知道 都是唱歌的 跟著我和我老爸說 你知道誰是洪卓立嗎 即是以前 我老爸又是騙了頭 誰是洪卓立 我老爸都不知道 當時 當然現在他都知道 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就是 現在有一些 可能在年多小 我的朋友 就跟我說姜濤 我就尷尬了 因為原來我跟不上 我都不知道誰是姜濤 或者我只知道他的樣子 我沒有聽過他的歌 就有一種 尷尬的感覺 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因為我現在就很麻煩 我比以前更麻煩 我以前可能都是聽一下 熊卓立 陳柏宇 周柏豪 以前不是 在中國豪 跟著 還有聽周國賢 麥進龍 以前我聽這些 很奇怪 但是你說現在 我再大大都沒 我現在聽歌 我是開著Youtube 然後可能隨便按一首歌 可能按火炭麗奇 淪為容顏 夏世健 這一類 或者我看光頭幫 然後又有夠他自己播 因為他會自己跳來跳去播其他歌 所以我就少了找一些歌來聽 因為他現在Youtube很方便 一按 例如我按淪為容顏 他又會推一大堆那類型的歌給我聽 現在就感受到那種 我爸爸那種 不知算不算是代溝還是年代不同的感覺 可能也是時候要跟貼一點 如果不是日後人家說起 聽誰聽誰的時候 就會很尷尬 譬如姜濤這樣 糟糕我只認得他的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之前 經過看的廣告 看到姜濤 看到姜濤 看到他挺帥的 這個人 我只記得有這樣的印象 還有我知道他是ViuTV OK 不過這些就不關我藝人的事 是他公司的問題 我對ViuTV的意見 就不關藝人的事 所以都不會說你們這些藝人 也是時候跟貼一點 不知道網友 又是聽什麼歌 好多了 握一下留言 歡迎大家留言 告訴我你們聽什麼歌 聽什麼歌手 今天差不多了 我勤力一點 這陣子 我可能一天出兩條 一天出三條 訓練一下自己 我爸爸也跟我聊過 一天六幾分鐘 出一條會不會太懶惰 不如出多幾條 我想一下 出多幾條 反正又有空 好 今天差不多了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拜拜